3 2 1 各位听众大家欢迎收听 9月26号晚的《影话春秋》 今天主持人有点特别的就是我 Thomas 另外有一位常客嘉宾 上海就是Mike 另外这次我们就请了一个 很特别来头很慢的嘉宾 就是导演欧卓文 你知道我们《影话春秋》 平时我们做节目都很少请嘉宾 对上一个邀请嘉宾 而是导演 已经是Sam Sir 多久之前 起码有两三年前 所以我又不是什么来头猛猛 只不过是欺客 两三年前才邀请一个导演来说 上星期我们说了一部电影 就是《雪笑之人》 也是一部很感动的电影 后来我就找回一些资料 我看几个导演 其实他的出生也挺特别的 如果你听他之前拍下的电影 其实也挺令人难以置信 他会拍了一部《雪笑之人》 就访问一下这位导演 说一下他那个 又说一下人生 又说一下他创作的历程 因为我相信他的人生 其实起伏也应该不小 应该对他创作这一套《雪笑之人》 也会有点影响 绝对的 绝对的 欧导演就说一下 他创作的历程是怎样的 首先问一问 一个挺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最喜欢接受挑战 来吧 我们看回你之前的图片 你之前拍的影片 都是一些 好像微娇少女 喜爱耶菩萨 鸭王 这些我们叫做软性色情片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那些人物其实是很扎实的 喜爱耶菩萨就写了剧本 再之后你的处女就执到历王 近来就执了一个无合和雪笑之人 为什么反差会这么大呢? 因为很多都是 那个时势慢慢去发展 人生去到那个阶段 做某些事情 比如说回微娇少女的时候 因为我和翁梓光导演 相熟 他就有一部电影开 就找一个执行导演 我就去帮忙做微娇少女的执行导演 阶段又要拍一个微娇少女 然后我就因为要自己 想着独立发展 在编剧和导演那里 刚好就有喜爱耶菩萨的机会 来到 我就做喜爱耶菩萨 我自己觉得其实任何类型 我都会尝试的 那你在那个类型当中 亦都会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我自己 比如说编剧《喜爱耶菩萨3》 就要跟导演的方向 他想怎样带出 那个在南桂坊那些年轻男女的经历 是吗 是红叔叔做监制 是的 没错 那就是要跟导演的意向 《喜爱耶菩萨3》 做编剧 而我自己真的执行的第一部就是 《鸭王3》 《鸭王3》的经历 其实挺有趣的 本身我自己有个剧本带给《鸭王征》的 那个剧本就是141.com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我上网搜索你的资料 有说过你和李少华 并且创作了一个写实的 讲一些职性工作者的电影 我看到Mike好像有些疑问 因为你可能没有接触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什么呢 类似的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的一部电影叫《浩情》 《浩情》是说集字的 而141.com 这个141就是一个网上的 召忌的网站 我和李少华有个剧本 就是关于这件事 而这件事的重点是 三个年轻人 读完大学的年轻人 苦无出路 读IT的有个人 想想自己有没有发展 不如做一个这样的网站 就是141.com的网站 听到我和李少华 天水为日与夜的网站 他也是写实路线 我和他合力写了个剧本 给征国 征国一开始真的以为是 《浩情》的兴起剧形式 看我们的剧本 怎料看完之后 这么写实? 一死一滴日与夜的网站 他说 不是很适合我想要的网站 不过这样 导演 我有一个戏 叫做《鸭王》 你拍不拍? 他大约说了《故事大纲美乐》 也是说一个男生 如何去从事这个 男性的性工作的一个故事 我心想 他说你需要回去考虑一下? 我说我接这个戏 因为我自己知道 在任何类型 刚才我说了 任何类型 你都可以做到自己的事 他在一个框架底下 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带出的顺念 而你如果有看我 人生暂时拍到的三部戏 《鸭王》 《磨合》 和《雪笑之人》 离不开一个主軸 就是人如何去面对逆境 而《鸭王》也是放在男生 经济的状况 父亲又出走 和母亲相处 几乎单亲的一个相处 如何去面对经济压力 而走了去从事性工作 也是有这个影子的 只不过 我也说了 第一步 荆哥给了一个框架 以及某些商业元素 一定要迎合 他的演员会安排给我 谁做女主角 他的尺度会去到哪里 他会安排给我 以及你要有多少长的床戏 要安排 我知道 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在这个空间底下 我还可以说一些 我自己想追求的一些社会性 和一些 刚才说人们 面对这个逆境的状态 我就说 因为你做电影导演始终要第一步 而我不知道这个机会错失之后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机会 做电影导演 我就觉得 不要紧 这个机会 我预设了是要有些商业元素 要迎合 但是 都可以做到自己的事 不妨做我第一部电影 这件事是这样做的 结果 我听到一些影评 有两个影评都是很重我 想处理的方向 一是有些影评说 我很少看到三级片 但演员就不像 有些尴尬的眼神 很灰灰索索的 我是很如实地说 一个人的欲望 所以他觉得是很自然 有影评说到这件事 而他看到 因为我没有看 他说《女期》 当时也做了很多类似的 我们叫情识 不是识情 就是情识 情识电影 他说《女期》也做了很多 而他背后也反映了很多社会性 他说这部是近似的 他有一个社会性的议题 带了出来 那我就足够了 我觉得 这个第一部电影可以有影评 看到我这两个元素 我觉得这就是完成了 我第一部电影的使命 没错 因为我之后 再看到日本的《窗年》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陶板从来也是做一些 骄傲的角色 我觉得其实是你走前一步 因为是比他更早 那部电影 如果你看到的评分 也是五点几分 其实是不高的 这些题材 你想取得的分 是很难的 因为他先天有些东西要迎合 对呀 例如鸭王有些选择 一定接受不了 是有些奇情的 是奇情的 你刚才提到我 跟Thomas聊天的时候 对呀 你很奇情的 有些人体质身的 我其实也不太记得 但是真的有些奇情的 包括就是 那个男生的苦恋 那些利的 也是奇情的 是用来笑的 是用来笑的 就是大家知道 这些条段 他自己已经量好 给你 然后你就像罐头 要装进去 但是你没得选择 对呀 可能表达方法 还可以微调 但是这些 就是大家都知道 得淡笑的位置 这样我去处理这部电影 对呀 接着就有《无合》 《无合》 刚刚和第一部的反差很大 那部就走商业 而《无合》 我尝试走一个 完全不商业 一个很低成本 很indy的 低成本到几十万去拍一个长片 而知道一定有很多限制 但是我想是由零到 这个故事是真的我想出来的 由零到慢慢去发展成为一个长片 而当中的限制 挑战就是 一来钱 二来就因为钱延伸出来很多问题 除了说 我也觉得应该要有几个 知名的演员去做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素人 是没有演技经验 甚至乎在那间公司的 会计你的样子也挺有趣的 讲话也挺有趣的 你也过来做 我自己也要做一个 我不是特意博出镜 而是没有那么多钱请演员 我也要自己做 很辛苦的 自己自导自演 你也认为自负刑规的 自负刑规的那些 不是我 那个公司给了几十万就搞了 而最辛苦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人分析几角 我都看到有些镜头 我自己有份演的 我在做的时候 我的思绪是在听别人的对手 对不对 其实我分身了做导演的角色 我知道 到我自己说的时候 才说回到那个角色 如果不是的 我就是听他 看着你 接着听听你说得对不对 我差点想叫good take 所以难就难在这里 另外就是 我自己也要想有些什么 虽然你这么indy 但我经常说 你indy都可以有market的 你indy没有资源 都可以 没有资源不是拍烂片的矽头 我经常觉得 你要想得通 如何整件事 去完整化 我就想一个 题材 应该会有一班 观众愿意去看 而香港很少拍的 就是一个保护动物的题材 选择了这个 结果 这个题材也会引起一班 保护动物 很喜欢动物的人的兴趣 进去支持 都有超过一百万的票房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 小小的奇迹去完成 因为一个 这么indy 你可以在 软线上放映 已经是很难的 即是软线肯让你放映片 没错 即是不只是一些小众的 软线 气院 即是全线 虽然不会有很多场 但全线 我觉得已经是 困难的 还有 可以有 这样的成绩 这样的成绩 已经是 亦都是我 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无合的使命 嗯 说了这么久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我们正式入正题 讲说笑之人 我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试一下 我先休息一会儿 再试一下 我先休息一会儿